晚餐開始 首先有請武打男神 Philips, 五韻龍 你好 謝謝 大家好 你好, 請坐 好 現在要感動一點, 對嗎? 不得你吧, 你真誠情吧 首先介紹一下這個菜 這個菜剛改了名字 叫做媽咪笑蝦 因為有蝦裡面 我覺得媽咪教我 有點像公仔, 有個笑樣在這裡 笑一下 對 我說故事之前, 大家先嘗嘗一下 這是我媽咪的餐廳 今天煮得有點急, 我覺得還可以 還有要蘸上它的醬汁 這個也是媽咪的醬汁 媽咪的醬汁 但很香口, 已經很好吃 這次調味反而沒有過鹹 還是沒有, 我覺得中庸, 還可以 其實剛才你開始煮菜的時候 你都說這是媽咪的餐廳 因為是他教你的 所以你今天就煮了 沒錯 這個菜對我來說 也有特別的回憶 我們移民過去美國 我爸爸除了教功夫 他是做會計的 他上班的時候 有時候我會跟著他回冬工作 我媽媽會做一些飯盒給我們 我最喜歡吃的就是他吃的蛋糕 那時候有些老闆 他們看到我爸爸有一盒東西 他說, 我可以試一盒嗎 我爸爸說, 好 那我吃什麼呢? 不要緊, 讓他吃吧 我吃完之後 我吃完之後, 哇 這是我每次吃的最棒 說到這樣 我就很驕傲 我立刻叫媽媽教我 這個基本上是我比較複雜的菜 是第一樣學這個 那時候我們新移民 媽媽、爸爸又上班 早上回到晚上 我媽媽也要煮菜給我家人 那時候是不感受的 到一天我真的開始煮了 我知道那個步驟 就是剁肉和剁蝦是很困難的 我記得我媽媽說一句話 你不要加鹽了, 不要加夠味了 我不會聽的 我開始煮東西吃, 我明白為什麼了 因為她在煮的時候 所有這些東西她已經想好了 所以我知道 媽媽對我的愛很難代替 所以到今天我也是聲道 找不到好像我媽媽那麼好的女人 我媽媽在我生命上是很重要的 沒有人可以真真正正相信一個 我生命最相信的人就是我媽媽 你多久沒見過你媽媽? 去年我媽媽生日, 我回到美國 然後疫情爆發了, 就留在這裡八個月 那八個月其實是一個祝福 回來香港差不多十八年了 我沒試過在家裡和媽媽、爸爸 可以這麼長時間 你回去這次八個月之前 多久沒見過他們? 一年左右… 這次回去見到他們, 你的感覺是什麼? 其實見到會最開心的, 是走的時候難受 媽媽, 我們不是一個很… 會經常抱抱, 經常疼愛的家庭 她是男人, 不想流眼淚 我離開之一的時候 大家抱抱她, 她痛了我頭上 她還沒試過做這些動作 我那時候很難忍 第二次我記得媽媽跟我有關接觸 就是我人生第一部海匯片的時候 這行業很難, 可以拍一部西片 我家裡媽媽第一天來探班 媽媽, 她看見我有批准, 有車, 有工藝術 她是第一次抱著我 她告訴我她很誇張 所以… 對, 是… 對 所以這個菜是好的 我媽媽教給我很誇張 這次有機會在銀幕上做 希望她看完她也很羨慕, 還好 我也想問問你們兩位 在你們生命當中 哪個家人有這種感染力 而且對你很重要 我什麼都沒事 但是說我媽媽就不行 到我媽媽離開那一年的時候 我真的完全無法接受 那一年我覺得是人生最難過 因為我是一個很開心的人 我才發現自己原來是不行的 沒有了我媽媽 好像想比的時候, 每樣都太遲了 又不是不孝順 所以… 我人生好像… 譬如自從我媽媽離開了之後 我會覺得… 其實你問我這個意義是什麼呢 我其實說不到了 但希望對朋友、對自己喜歡的人 要珍惜 謝謝… 謝謝你這次真情流露 謝謝… 享受